大家好,今天由我为大家进行商业插画系列课程的第六讲 我们这个课程都是相对比较基础一些 比较简单的引入大家能够了解商业插画的一些方法方式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此课程在未来的学习中 主要靠自己能够更深入的学习 首先咱们要讲一下什么是构图 简单的说就是你要画一幅画 他得怎么布局这个画面 至少说他的商下空间左右高矮 疏密怎么安排 就是说你当有一个创业以后 你怎么来布局 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构图问题 一幅好的作品肯定是要有一定的思想跟创意 然后包括他的绘画技巧风格是特别好的 但是他构图肯定一定得是比较独到的 或者说他构图不一定要不能出现问题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就是功亏一篑 首先咱们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就是构图在其中一些重要的一些表现形式 比如说七百尺这种连棚与蜻蜓 这就特别巧妙 比如说这整个画面 它的构图都是一个以F型为基调 它大小分成四个丝块 然后连棚有两个安排在这个画面中 一浓一淡 这可能是淡的 因为这个扫描板不是很清楚 这是淡的 这个是浓的 其中阴影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斜的 还有就是它的对比 就这样富有变化 包括这样的留白 它也是就产生让人产生联想 尤其是蜻蜓 它就是一个洞的 跟这种连棚的镜的对比 包括连棚特别粗的这种杆 与这个蜻蜓特别细流的这种身材 都可以形成对比 所以这种画面到处都是这种 这种平衡跟同一 或者是平衡与对比 首先咱们就要说一下 这个均衡与变化是构图的主要法则 均衡就可以说它是统一 变化可以说它是对比 这就是说这一个画面 它既要有平衡的地方 它也要有对比的地方 这样的话就是它们相互呼应 或者是说它们相互照应 这样的话画面才更有力度 或者说它的画面才更有趣一点 包括其中的 比如说刚才说的这种大小高低疏密虚实 这些都是可以很好的 让这个插画或者它的画面 达到一定的这种节奏感 或者是它的一个审美标准 如果是画的特别的 比如说你就画了四个小人 是吧 都并排站在一起 那肯定就是特别呆吧 看不到兴奋点 这样的话就需要进行它的艺术才创作 咱们再接讲究均衡 就是它的统一的内容有哪些 这些咱们在之后以举例为主 比如说这个均衡 就是最左边那个对称式均衡 这两边都是一样的 这个一般出现在文样里面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或者是比较强调的 对吧 像门神那种一个秦琼 一个那个名武将 他们两个虽然说形象不一样 但是他们都是可以达到一个对称式的均衡 然后第二个就是非对称式均衡 就是说他们在其中的形象比一样 它的位置也稍微不同 里面就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小孩 一个是这个鹰 他就可以是一个非对称式 但是他能整个画面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和谐 就是他有一定的这样的 不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难受或者别扭 然后第三个就是形象感情的连接 这个也是要平衡的 首先这个画面 他所要表达的信息 对吧 小孩特别的弱小 然后这个老鹰他非常的残忍 然后这样画面 他就整个凸显出来这样的一个情趣 第四就是线条布局的交错关联 这个是整个的一个线条的一个变化 然后包括形体的大小 聚散的比重 就是说这个蝴蝶有大有小 是吧 然后明暗色彩的呼应 就是有深有浅 这个都是平衡里面能够就是就是能让他达到均衡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对比的东西就特别多了 比如说线条 色彩 明暗 形体 形象 技法都可以进行很好的对比 举例说明就是比如说这幅画里面的线条的疏密 是吧 他线条的疏密 这就是对比 对比 但他整个画面加以来看起来又特别的均衡 疏密 虚实 然后色彩 第二幅画又是色彩的冷暖强弱的变化和色块的大小 其中他不同的对比 他跟你表现出来的方式 就是给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咱们这张是就是明暗的对比 浓淡跟黑白节奏 这条路就是特别的深色 特别大块 是吧 然后后面是特别小 然后特别的零碎 这样都是可以很好对比 包括他深颜色跟后面这些彩色的对比 这些都是明暗的对比 然后包括下一个形体的大小主次 远近跟方圆 就是形体就是他特别大 然后他特别远 然后他特别长 然后他特别就是横向的这种宽 对吧 他都可以这样的进行对比 包括形象的善恶动静刚柔 有时候这小孩感觉就是他一个特别强势 底下这个小孩 他就是黑人小孩跟白人小孩这样的一种对方关系 就是说这种对比也是让人感觉到很强烈的 包括最后一个就是激发的枯润 像这个周边就是特别的润色 但中间这个可能是稍微公比一点 是吧 细致一点 跟周围这些比较粗糙的这种感觉 形成一个很好的对比 让人感觉也是比较有趣一些 咱们这个构图因素的运用 就是任何事物内部 它都具有特定的表现形式 绘画创作是根据题材和主题思想的要求 按照一定的法则将所要表现的形象各个部分 加以组织跟适当的配置 现在就是跟大家讲授一些招数 之前就是有一些理论在里面 但是招数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多 也比较实用一些 比如说咱们第一个是S式的构图 这就是一个曲线对吧 大家都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韵律感画面 蜿蜒为晚 曲美雅致 常用的就是河流啊这些 然后用这种S型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一种构图方式 包括对角式构图 就是主体都是在两边这样对角 然后使人能够产生富裕变化 是玩具要看它又要看它 然后就是感觉这样的对抗关系 或者是它这样的对角线关系 在视线上就是特别的能够打动人 环性构图 这个一般都是就是主体是一个圆 对吧 所有这个圆都是大家这个画面的创意 都在这个圆里面主要发展 这个一般像就是加多宝啊 他们拍一些广告 包括一些团圆对吧 他们都喜欢用这种一样的构图 让人感觉特别的温馨 然后它这个场面渲染的时候呢 特别的就是强调这种气氛 就比较团结 九宫格式的构图 就是它在这个死条线对吧 它这个焦点的地方进行这个插画 插画形象的主要的安插 这样的话就是其实这样的方式就以稍微略写呆板一些 但是它呃就是符合人们的视觉是吧 就像排列数字的一二三四 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顺序 或者是它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方式 包括这样的开放式构图 它就是能够就是说这这样的一个足竿是吧 它向外可以延伸 这样的话就是从审美思维 从分闭式向开放式延伸 能有更多的想象 它到底在打什么 对面有什么对吧 都可以有很多的想象在里面 包括三角式构图 三角式构图 它是一个稳定式构图 比如说一个主体在这个最上面 然后底下有很多的配饰在里面 这样的构图方式就是能够让整个的这个 呃画面安定均衡稳定三角形嘛 然后是X型构图 它一般应用在比如说从山洞往外看是吧 像刀幕从一个我从里面往外看 这样的话其实众生感特别强 包括这个紧凑式构图 它就是用这种形象 比如说呃就是能够集中在这个面部 是吧周围有一些这样的 包括口字性构图 这个就是特别的常见 也是跟纵身式有一些关系 就是比较显示空间跟透视 这样的一种一种那个比较好用的构图 包括这个三分式构图 这个也用的比较多 这个上面把它分成三等份对吧 啊主体可以放在任意的一个部分里面 这样的话也比较层次比较分明一些 呃包括U形式构图 U形式构图这样的一个U形式 然后中间主体在主体在这个地方 U形在这个地方 其他地方都可以作为一个配式 这样的话啊人的这种视觉感觉 就是比较的灵活 然后整个构图比较生动一些 啊包括这个放射式构图 放射式构图就是由一个中心点 向四周扩散 这样的冲击力会特别强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透视关系 咱们下一课会讲 真正的一个透视 它是怎么样一个一个运作的 啊包括对风式构图 这个也比较常见 它是一个主体是在这一个横线上 它底下这个全部都是配式 然后整个也比较留白是吧 这个也是特别好用 我画里面经常有 包括黄金螺旋式构图 啊这个在蒙娜丽莎呀 这些名画里面用的比较多 这些美学巨匠 它对这个画面特别的考究 它就是特别能够通过这个黄金分割 是吧 它能让这个画面最中心的地方 正好是在这个黄金的点上 所以说这个方式 大家也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 能够很好的把握住 包括这个平行式构图 它都是斜的分成几块 这种就是一般表现 像原野呀大海呀对吧 都用这种构图显示很空旷 包括竖式构图 竖式构图跟刚才的横式构图一样 也是表现这种方式 包括像形式构图 它是能够比较 大家都能够集聚在这个焦点上 你看大家眼神都是在这里 所以说这种构图 就是一个很强调的作用 包括这个斜三角式的构图 斜三角式的本身就是比较稳定 但是它不会像正三角形一样 就是特别的就是中规中矩 但是它有一定的灵活性在里面 就是比较生动有趣一些 是吧 在这个三角形外部 它也可以进行一些绘画 这样的主体是这样 主体是三角形 但是它在周围这个地方 都可以进行补充 但不像正三角形一样 这样的死吧 咱们这个构图课 就是简单的为大家 就是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理论跟一些招数 更多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通过书籍也好 还是说通过其他的这个图形 能够深入的学习构图 就是其中每一个知识点 就像构图是吧 它完全都可以通过 比如说十个小时 或者二十个小时来讲解 这是一个很大的门类 咱们现在就简单的 算是小小的一个速成 让大家知道构图是什么 所以说更多的 希望大家在课后的时候 能够认真的学习它 然后知道该如何的去 应用它构图的重要性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